诗篇 第七十六篇 雅萨的诗歌教与灵长 用私弦的乐器 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 在以色列 他的名为大 在撒冷有他的帐户 在西安有他的居所 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 并盾牌 刀剑和征战的兵器 一同有野石之山而来 有光滑和荣美 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 他们睡了长觉 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 雅各的神啊 你的斥责一发 坐车的 骑马的都沉睡了 唯独你是可畏的 你怒气一发 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 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 神起来施行审判 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 那时地就惧怕而紧握 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 人的愚怒你要禁止 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 你们的神还愿 在他四面的人 都当拿贡物献给那可畏的主 他要挫折王子的娇气 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微可畏 第八十二篇 雅萨的诗 神站在有权利者的会中 在诸神中行审判 说 你们审判不比的公义 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 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甚远 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 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 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你们仍不知道 也不明白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地的根基都摇动了 我曾说 你们是神 都是居高者的儿子 然而你们要死 与世人一样 要扑倒 像王子中的一位 神啊 求你起来审判世界 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石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